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情实验室采访周深的一段视频也是惊喜掉落 虽然只是短短的6分钟 但却足以让粉丝日思夜念的周深症状得到缓解 首先是大家熟悉的自我介绍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深 此时周深是一脸正简 用自己的精力传递正能量的偶像歌手 紧接地进入到正题正式开始的采访 上来就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选秀越来越多了 剩下的好苗子会不会越来越少呢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周深则是直言 他回答不了 但是周深另辟蹊径告诉所有有才华的人 如何被看到这才是他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时代给予了好苗子无限的机会 所以有必要多练一练 第二个问题 你觉得新人转转在各大的选秀之中 会让观众损失新鲜感吗 新鲜感这个名词在周深看来是可有可无的 新鲜感是观众对你的看法 自己无法掌握 当你沉醉在舞台表演当中 新鲜感就会离你很远 但是新鲜感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压力 阻斗自己更加的努力解锁新的技能 周深呢曾是指出了 用心对待每个舞台上每一次 第一个见到你的观众 他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好苗子 才是最重要的 熟悉周深的粉丝都知道 这是一个在严肃和搞笑之间 来回自由转换的人 有关他的采访 怎么能够缺少搞笑的画面呢 第四个问题 你作为一个经验者 有没有应对一些舞台突发状况的技巧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本以为周深会传递一些 临场应变的新技能呢 没有想到周深笑着说 我能怎么办呢 让他顺其自然的存在呗 此时呢 主持人又提到了周深之前忘词的尴尬场面 就是极了净土 一脸无奈的周深听到这个问题 都想要提前结束工作呢 因为唱跳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看词的 如果你看了词 你就会像一只被抱着的鸡 极其鲜明的比喻 贴心的周深呢 还在为观众讲解了缘由 抱着的一个鸡 他盯着一个球 你怎么动他 他的头都在哪呢 附加了一段形象的表演 这个场面连周深都笑得挺不下来 观众怎么可能会不被周深的搞笑天赋给逗笑呢 主持人呢 总是给周深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 那唱错词而忘记动作 现场摔倒和裤子裂开 最怕在表演当中遇到哪一种情况呢 此问题一触 周深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选择了裤子裂开 还开玩笑说 自己又变成了一只被抱着的鸡呢 这次采访呢 也揭迷了周深 为何会注册少管我 在他看来呢 这也是一个被别人喜欢的途径了 从喜欢周深的作品如 荒诚度 大鱼 身骑白马 到喜欢周深自然坦率不做作的人品 十分钟的采访 却令粉丝收获颇多 见识了传递正能量的周深 也领略了传递欢声笑语的周深 不管是哪个周深 都是粉丝最喜欢的偶像 也验证了周深在采访当中说的一句话 新鲜感是需要获得观众认可的 有梗 有料 有独到欠血 有满满感动 这样的你怎么会没有新鲜感呢 出挂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